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衡阳经济的两个指标 今天我们就请教一下郝老师 看看从这两个指标上 我们怎么看现在的经济 哎呀 现在的经济 让人家头昏脑脏 左右摇晃 所以好像坐云霄飞车一样 非常难过 所以过去几集 我们曾经从这几个方面来探讨 因为这是一个全球经济结构的重新洗牌 我们曾经讨论过 我们的股票这么的高 但是这是华尔街经济 宿命经济却是并不怎么好 我们也谈论过 到底这个国家或全球的经济 是通胀还是通缩 看起来通缩的层面比较大 今天我们要谈谈 现在的股票还是站在历史的高点 而且短期失业利益也非常的低 但是GDP的动力却是非常不够 所以我们要从第三个向度来谈谈 现在的股票很高 但是成长的动力却是很低 我们来念一段经济 希望为我们电视机前面的朋友求福气 这是传道书十一章六节的一节经文 早晨要傻你的走 晚上也不要掀你的手 因为你不晓得哪一样发望 是早傻的或是晚傻的 或是两样都好 一定要多方面的尝试努力 不能够慵懒 早上傻 晚上也傻 因为这市场正好印证这句话 希望上帝赐福给我们电视机前面的朋友 也赐福给你 Daisy 谢谢郝老师 就是说其实不管股票高还是低 我们都要心情的耕耘 没错 特别这段时间 忐忑不安当中 要求靠上帝 愿上帝赐福给你 赏赐你平安 我们来谈谈 其实刚刚才降息不久 对 但是降息似乎好像还不够 虽然历史的高点 在股票上面还是很高 但是事实上 大家似乎觉得 成长的动力不够 所以才要求 可能九月份再第二次降息 甚至谈到十一月份 还要再降息一次 所以到年底以前到底降一次 还是要降两次 重中之重 就是这个国家的GDP 经济动力不够 为什么呢 那么我们已经知道降过一次了 对 那么按说降了这一次 应该把动力弄上去了 对 那么现在的GDP有没有成长 第二季的GDP 事实上比预期的低很多 我们希望 我们希望它大概3.0 但是只有2.1 而且相差非常的大 而且急速的变化 急速的变化 所以你刚才说为什么 对啊 就是这个降息的这个 就是打气嘛 就是打气的这个 是不是气不足呢 所以说我们还会有下边的降息 那川普总统又在 又在announce说 他正在争取 没错的 所以我们希望是小降息 希望有大的动力 因为动力不够 降息现在的边际效应呢 是越来越小 那为什么要降息呢 简单的 有三点 第一个 就是全球经济的急速退化 急速衰退 所以已经有32个国家 已经都降息 而且不是降一次 降多次 那我们美国在两个礼拜前 就跟上来 但是跟上来 它没有在降 所以相对来讲 我们就降息的动力 可能还跟不上脚步 第二个原因 全球的经济货币啊 非常紊乱 大家都在贬值的话 相对美国外销的产品 就失去竞争力 所以降息就变成一个短期手段 第三个 全球经济的地缘政治 关系非常复杂 日本跟韩国吵了架了 进一步呢 南亚的印度跟巴基斯坦 又也吵架打仗了 再加上香港的问题 反送中 再加上全球的经济衰退 所以三点的原因 让整个的经济动力 突然在这个暑假 跟以往一样 重回到暑假中暑 缺氧 要输血了 也就是说 这个全球各种因素 都是连着的 甚至有一些政治和经济 也分不开的 就是说单纯的一个小动作 可能还不足以扭转乾坤 没错 那么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现在的GDP跟美国的GDP和失业率的情况 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现在我们国家第二季的GDP2.1% 我们可以讲我们好 但是不这么好 但是问题在全球经济都并不是很健康 现在欧洲 欧洲的经济的最好的第一大国 德国 德国的GDP 第一季第二季 0% 根本没成长 那意大利已经进入resection了 法国也巴黎暴动九个礼拜 事实上经济也非常的不稳定 日本三支舰 安倍的三支舰也不太管用 所以勉强 它的其中大选 不能说大胜 所以事实上也不好 韩国也将近进入衰退的边缘 所以全球呢 事实上有这个趋势 这个趋势又回到过去十年的一个 一个整个的经济的一个模式 什么模式呢 负利息的模式 我们曾经讲过 欧洲都是负利息了 现在 日本又进到负利息 德国不现在不仅是十年 跟日本一样是负利息 现在德国三十年的负利息 我们美国三十年的国家债券 低于两个percent 低于两个percent 三十年的债券跟美国一个月的债券 是一条线 都是两个percent 所以现在全球呢 就是负利息风 这负利息呢 一个很大的indication 信号 这个信号就是全球 有可能一个大转弯 可能铺垫 不能完全 但是警告 我们会进入resection 这个图也是我非常喜欢的 Daisy 因为是我曾经讲 这个图是我画的 你看每一年的暑假 过去十年都缺现金 从2009年到现在 无论是QE1 QE2 QE3 QE Unlimited 结果我们2019年 重新回到这十年的线 暑假的时候 都停滞 打横 甚至在拐点当中 上不上 下不下 所以 就是为什么 经济的动力不够 降息 就变成一个手段了 所以今年也没有例外的 夏天的这个形式 其实卷入的这个 那么 其实我们在说这个拐点 已经说了很长时间了 给我的感觉就是 之前都是看到了云彩 现在好像听到了 打雷的声音 甚至已经看到 小雨点开始滴下来了 因为迹象 一点一点 就是像您之前 给我们分析的一样 那么现在我就想请教 郝老师 我相信呢 其实川普也都在 绞尽脑汁的 想扭转一下 特别是才有大选了 那我想请教一下 就是从我们 民众吧 庶民啊 就是 那我们在这种形式下 最好要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我们也一再在节目中 都一再地提醒 你一定要分散风险 Diversify 第二个 你的股票的 应该选一些有dividend的 第二个D 应该有dividend的 那第三个D呢 你应该在你自己的 整个的portfolio当中 最好不仅diversify 不同的sector 你也要diversify 不同的行业 不同的整个的大的区块 不仅有股票 有bomb 而且你也要有不同的产业 会比较好一点点 因为呢 这个世界变得非常的复杂 所以呢 你一定要在cash 要多一点 cash equivalent dividend 也要多一点点 那这种情形就是 希望在这一段 很波动很大的时间 你的portfolio 应该多一点保守的投资 或者是多一点cash cash应该要有 以往我们都希望有10个percent 如果这一波 可以增加到15个percent 到20个percent都很好 您也就是说 在整个的这个portfolio里面 就是说投资的这个比例里面 最好是20个percent的 如果愿意到20个percent也很好 不过这一波当中就是非常不稳定 cash就变得非常的重要了 这张图呢 也一样透露出同样的问题 你看看 我们在过去几个节目 我们讲过 inflation低于1.8个percent 根本没有通胀 甚至是通缩 所以GDP你就不会上的 动力很大 所以呢 现在问题就是 很多长期失业的人 根本都不找Job 因为短期失业率呢 我们一般来讲是27周以内 找到Job的人 做统计的资料 但事实上这个国家或全球 找不到Job半年以上的人 比比皆是 或凑出40个钟头的 也一样非常的多 所以呢 你可以看得到 经济的动力 事实上呢 是不够的 很多短期失业率 很多国家都不以短期失业率 来作为评估了 你看看 通胀是往下的 GDP也是往下的 原因是很多长期失业率的人 通常就不找Job半年以上的 有一个特别的名词 但是以往我们也谈到 短期失业率叫U3 但是长期失业率叫U6 这个国家的U6 长期失业率7.2% 如果3亿多的人口 乘以7.2 大概2000多万人 2000多万人 可能代业 或者就干脆就 凑不住40个钟头工作 很多 所以这个U6 是指的说 在6个月以上 就是还没有找到这种固定的 有这个收入的这种 或者是要找两份工作 三份工作 凑足40个钟头 成为他想工作的40个钟头的人 这个U6 大概7.2% 在前一阵子曾经到12 非常非常的高 但重中之重呢 就是这个infrastructure 已经不是二战的时候 那个经济古典经济结构了 现在呢 我们过去几集当中 一直在panic picture 股票大型经济可以非常好 庶民经济一样不太好 大型经济可以非常好 但是现在还是在通缩 或没有通胀当中 今天要讲的大型经济可以很好 股票很高 但是对不起 GDP的动力一样不足 因为现在还在讨论 再降息两次 明明就跟我们讲 这个经济的结构 已经不能够为我们这身体 大巨人的身体的经济把脉 太复杂了 太复杂了 再一张图 这张图呢 是几乎是25年来 这个国家参与劳动的总人口 这个国家的总人口 参与就业的 一直在下降 我想请问一下 这个参与就业的 有没有年龄的 这个统计的时候 有没有年龄 没有年龄 是不是从18岁到65岁 都是 这个之间的 就是labor 然后统计出来的 我想请问一下 那么这个算不算那些 比如说我去开Uber 或者说我就是 flexible working out 我1099收入 那个就统计不到了 这个是指W2的 这个就是指已经 可以统计出来的就业数据 这非常好的问题 这跟U6一样 有很多根本都统计不出来的 这个现象也不止于美国 事实上在亚洲都是 我们常常讲 在亚洲有一种叫第二波就业潮 在美国也是 你到K马 你到Warma 到Statbach 除了大学刚刚毕业 在找家工作 泡咖啡给你喝 还有一种人像我这样的人 像我第二波就业潮的 黄金就业的 他为了要有保险 他也必须去 Home Depot工作 去McDonald工作 那凑处40个总统 那这种人 其实很多 因为整个社会的结构 完全变了掉 短期失业率 我们现在三点多 为什么还要再一直降息 可见呢 你没办法反映 这个国家的经济的实际状况 为什么股票还是接近高点 但是还要再降息 经济动力不好 而且即将有可能警告我们 进入resection 那么我们谈到这个 进入这个resection 其实现在有很多的迹象 首先股票已经开始跌了 另外呢 就是最近的news呢 是比如说 特别是湾区的一些大公司 比如说Cisco IBM 还甚至Uber 都要下一波的裁员 就要到了 已经有了 那么这个肯定是会使得 那个失业率 就会增加了嘛 因为他们财了 那depends 他们是不是六个月又去找 那另一边呢 其实川普也是最近的news 川普正在努力的 想把payroll tax也降下来 因为前一段 他在降了其他的公司的tax 他现在也在努力 想把payroll tax也降下来 那么这两波 给我的感觉是 一波在 车在往下 走下坡 但一边呢 是川普拿大杠子在顶 那么您分析一下 他会往哪个方面过来 就是哪股力量会战胜 我们来看这张图好了 其实这张图啊 川普上台之前呢 应该是在这个位置 已经是这个图 两年半以前的图了 我们呢 现在呢 跑到大概25000点了 我们多了2000点 到3000点 3000点 但是这两年当中 我们整个的经济infrastructure 结构没有任何改变 我们借钱更多 金银铜铁 除了金以外 一样都在跌 我们过去几集都谈过了 我们在庶民经济 一样都没有任何的改善 所以这个国家 有它根本的结构性的问题 那当然也不是只有美国是如此 到后来有可能 很多的迹象 我们都回到 2018年2月5号的低点 其实过去几个月 都差点碰到了 今年年初也有碰到 今年年初 去年的平安夜 12月24号也碰到 所以都回到以前 2017年 它上任前的位置 所以一直想 从短期的chart来看 我们如果没有好好的持守 这个经济的趋势的势头 没有好好掌舵 中美贸易冲突 没有办法继续解决 第二个 全球的衰退 没有办法解决 第三 全球的货币 正在继续恶化 我们是有可能 警告我们图表 我们必须prepare 而且过去十年 最长的牛市 我们也没有进入resection过 所以适当的进入resection 可能我们必须有准备 尽管他也想在大选之前 do something 扭转乾坤一下 但是可能我们还是要正视 既不能逃避现在的现实 也要正视将来要来的一些状况 对 主要的原因就是说 我们的观感差多大 那现在的观感差非常大 只能证明说股票非常高 但庶民经济差 股票非常的高 但是还是通缩 股票非常的高 但是经济动力不够 这是庶民的观感不好 那也证明拜登在15周 跟我们川普总统现任的总统 有15周都在落后当中 对川普总统 主要的原因就是川普总统 在华尔街经济的风格 注重华尔街经济 他是一个新手 他是一个商人 他是非常灵活运用 也非常聪明 朗外必行安内 所以过去一个月 他马上从大阪会议 G20之后 他马上转向 focus在我们的美国经济 希望跟中国能够和谈 能够谈得好 能够好好处理 总的重中之重 就是经济的结构 事实上没办法跟上 整个经济的变化 下次我们再回来的时候 继续来谈这个话题 我们进入比较重中之重 我们希望在这一波当中 你能够prepare你自己 好不好 太好了 非常感谢郝老师 今天给我们透过现象 看背后的本质 太好了 好 感谢您收看财经趋势 希望大家关注 财经趋势YouTube的频道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财经趋势 嘉宾有约 我是DZ王 今天我们的嘉宾是 屋地吴律师 吴律你好 非常欢迎你来到节目 DZ你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吴律我想请教一下 就是自从川普入主白宫以来 移民政策很明显是紧缩了 当然也不是大门紧闭 特别是中美贸易战以后 那么中国人的移民 有的或者说一到一半的 就不知所措了 那么能不能给我们来解析一下 这个川普他到底党的是什么人 他有欢迎哪些呢 是的 是这样DZ 那2017年川普上台之后呢 这个整个美国的移民政策 是会有不少的变化 那我们总结一下来说 基本上八个字 商人思维 美国优先 商人就是要占便宜 美国优先 就是美国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所以我们看到呢 最近川普出台的一些政策 比如说 禁止这个新移民 拿咱们这个社会福利 还有一些其他的这种政策 都体现了川普不想让外国人 或者说新移民 占美国的便宜 第二个呢 另外一方面 川普其实对于这种有才能的 或者说有经济实力的移民 他是欢迎台独的 换句话说 其实他还是欢迎这个高类伍的人来进来 是的 就是他商人嘛 想占便宜嘛 那你如果有钱有才华 对美国有利 把美国放在第一位 那他还是在这一块 其实这个政策并没有太多的变化 那么体现在这个移民的方式上 那会是哪几个方式 会是for in他的要求 是 所以我们今天会先和大家聊的 第一个移民的类别 就是所谓的L1签证 就是跨国公司经理人的这种高管签证 这个签证呢 我们先了解一下 他大概的一个背景的情况 比如说从这个适用对象来讲 那他要求的是呢 这个申请人呢 必须是要有一个经理级别 就是说基本上底下要管个那么八到十个人 那或者他有专门的知识 就是有一门独门绝技 咱们在美国不太容易招到这样的人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就是说从时间上来讲 那么他需要在申请的时候 在过去三年中 至少要有一年 是为这个海外的公司工作的 就比如说为咱们中国的母公司工作 只要满足这两个最基本的条件 就OK 第二个我们说什么样的公司可以把人派到美国来 那这个其实内心也比较宽泛 第一个就是说母子公司 比如说中国是母公司 咱们到美国来投资 在美国设立一个子公司 所以就可以把咱们中国的这样一个高管人才 直接派到美国来做CEO 开拓市场 第二个呢 所谓的子母公司 打个比方 比如说微软在北京的分公司 就是这个北京公司 就是咱们微软的子公司 那么如果这个北京分公司 有这样一个员工 干得不错 微软完全可以把它从北京分公司调到美国来 第三种呢 是所谓的子子公司 就打个比方 华为公司总部在中国 但是它在 比如说日本有分公司 美国也有分公司 那么这个日本分公司的员工呢 是有资格调到美国来的 这三种关系 那么下面一个对母公司 有一个什么样对基本的要求 其实也很简单 一个呢是营业额 我们从这个大量的案例中发现 营业额至少要达到100万美金 第二个呢 就是母公司的一个员工数 我们总结了一下 大约是至少要20到30个员工 那满足了这样一个基本的条件 咱们就说已经构成了 可以做L1的一个前提 其实说基本上就是一个高端管理人才 其实我当年我就是L1进来的 但是呢 可是我自己却不知道 其实背后有那么多的要求 那么我想因为时过境迁 那么多年过去了嘛 那么现在能不能给我们 朋友们分享一下呢 现在这个办这个L1的这种签证 它有些什么样的优势 或者说在办的过程当中 它是怎么样的一个程序 的确是 那L1签证呢 它和其他多种的这种 比如说工作签证也好 或者其他的签证 投资签证也好 它有自己独特的优势 我呢也在这做了一个总结 也和大家一起聊一聊 第一个就是说 它的申请速度非常快 那因为我们知道在L1是可以通过加急处理 就15天就可以得到结果 如果一切顺利的话 意味着15天就可以拿到L1签证 从而登陆美国 对对 当然这是一切顺利的情况下 因为中间我们知道美国移民局 可能会有补件的这种要求 那可能会拖个一两个月 但是因为它有了这样一个 可以有加急的这种选项 所以我们再多交个移民局一些费用之后 就可以非常快的拿到这样的结果 第二个就是说L1最长的期限可以有7年 这个比很多的签证都要长 那么7年时间就给我们有充足的时间赚绿卡 第三个就是说L1的配偶是可以合法工作的 那我们知道比如说H1B工作签证 它的配偶只有在非常有限制的条件下 才可以工作 但是L1基本上是来到第一天 就可以配偶就可以工作 这样可以大大的降低我们这个L1 新移民的这样一个家庭的经济压力 下面一个就是说L1 它的资金是非常的低风险 这个相对于来说 我们前两年非常火热的投资移民来讲 我们现在其实在报端上 或者媒体上也看到很多的这种消息 所以说是投资移民有这种欺诈现象 那么L1基本上杜绝了这种可能性 因为公司是自己开的 所以就你这个L1的受益人过来之后 也是自己基本上是做老板 所以他对这个资金是有非常全面的掌控 下面一个就是说L1可以全家申请绿卡 而且非常的快速 因为它是以EB1C的方式 就是说第一类优先的方式来申请绿卡 所以相对于其他的这种EB2或者EB3这种方式 他的这个速度要会更快一些 那么L1同时他的这个小孩 是可以享受公立学校的这种免学费的待遇 过来念书 所以也是为这个小孩的教育 相当于开了一扇大门 同时还有很多非常好的特点 比如说L1没有生意上的限制 你可以做各种各样的生意 没有限制 并且L1对于受益人来说 没有学位的要求 L1比尔盖茨自己他就本科都没有毕业 所以生意员不需要有学位的要求 还有个很重要L1没有配额的要求 所以不需要抽签 哇没想到 L1有这么多的优势 非常感谢吴律师 给我们这么精彩的逐条逐句的这样的分析 好谢谢 谢谢大家 感谢您收看 财经趋势嘉宾有约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